其实我还蛮感谢台湾鸟帮我好多忙 因为 太钱不多 你也是大户人家 因为以前其实我对台湾鸟真的很不爱 因为我以前吃过它的土味真的很重 后来有一次我就去宜兰玩 然后我老公就说 你吃吃看这个 他说这个跟以前的无锅鱼是完全不一样 他说因为他们是用海水去养殖的 所以他说非常好吃 而且肉非常细致 后来我们就点了一个盐烤的 他就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 对 他只有用抹盐然后直接去烤 然后我老公就把盐挑掉 他说你吃吃看 然后我一吃下去 天呐 我整个超惊艳 因为它的肉比我们常常买的那个深海鱼的 还要细致 而且它很juicy 对 入口即化 而且一点鱼味都没有 鱼腥味都没有 从此以后我就爱上台湾条了 而且老实说现在市场都会把我们整个处理好 一块一块像是鱼盘那样的 对 而且很方便 它还可以帮你骗好 对 不管要清蒸红烧煮鱼什么 煮面啊煮火锅都好方便哦 所以看那么方便的东西 无宝妈一定需要 通常一般我们都是做鱼汤嘛 僵尸啊下去弄鱼汤 可是夏天小朋友根本喝不下鱼汤 对 所以啊妈妈就很辛苦 又要想办法让小孩吃下去 哎呦你也带东西来啦 哎呦你今天对手多了 同财压力来了 真的 无宝妈也是有东西 真的 好神料理东西 那什么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沙拉 水果沙拉 哦 只是一般我们都会 可能是用一些鸡肉什么的 对 那我就是把它改成鱼肉 我觉得无宝妈的问题是 你刚刚拿出来说 啊这个就是沙拉 这样子就很气势很弱了 对 加油 怎么做 怎么做 这是我自己做的 五色DHA 箭脑沙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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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就是模糊啊 对 来来 吃吃看吃吃看 要搅一下 要把酱搅一下 哇 好吃 很特别 因为鱼一直跟着那个沙拉酱在一起 是平常你不会感受到的 而且我觉得很清爽 很搭 很适合夏天 而且弄成这样的沙拉 那个鱼如果纖维太粗就不好吃 对 这个细的就很好吃 对 可是你家芒果酱好妙哦 白香果酱也很好 我有吃到香蕉是不是 有 还有香蕉 对 有香蕉 你要加一点点 这个我会爱 对 真的哦 很清爽 其实第一口吃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是 切完葱的菜刀去摔到水果 切完葱的菜刀 去摔到水果 你没时间洗菜刀啦 就切完葱然后去吃西瓜 切西瓜的西瓜的时候 可是最后你把它真的咬一咬 其实是很好吃的 而且这个非常健康对不对 对 真的 嗯 哎呦 厉害哦 不错哦 没有小孩子会喜欢 对哦 干肉有时候太柴小孩不爱吃 哦 没干鱼肉真的 你又记得名字取名字很重要吗 对 对 那个好长哦 气势很重要 对 嗯 好 然后到底我们这个台湾调要怎么吃呢 才会让我们的营养跟加分 再请问一下我们可爱的营养师 其实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调味是蛋白质 所以我们建议是要搭配让它的吸收率更好 加强版的 这个名字非常好 加强就是要维生素B6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要做沙拉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像可以放一点糙米 或是刚刚那个红尼奶也不错 对 然后另外呢刚刚其实黄医师提到了那个马铃薯啊 你放马铃薯下去还维生素B6有蛮多的 蛋啊还有那个青花菜 其实蛋白质它在体内做一个吸收的部分 其实维生素B6要进来 它才可以帮助蛋白质吸收 所以小朋友才可以成长发育 对 然后另外呢其实因为它有个味道 有些人他会担心味道的问题 所以其实很适合搭辛香料 葱啊这样的部分 但因为有时候 因为像有一些养殖的鱼啦 说实在还是会担心有一点寄生虫的问题 如果你的小朋友正处在于一个肠胃不好 容易拉肚子 或是它现在免疫力比较不好的 那我们建议不要生食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的台湾鲦鱼 确实品质很好 它会做成sashimi 所以会有一些那些生鱼片出来 不过如果你正在处于就是免疫力不好的话 我们建议其实还是要煮熟之后再吃 了解 事实上台湾鲦鱼有分不同的品级啊 有一些它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根本就是算是在海边养 所以它不是纯淡水养殖的 那淡水养殖的风险确实有些人就担心是寄生虫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一般来讲原则上除非你对品质有保证 否则你就是吃熟食 那第二个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 相对于这些鱼种比起来 它也算是相对说尿酸可能会比较高的 普林比较高的鱼种 所以呢 如果家里是有那个痛风的人啊 或者家里的男生有痛风或什么尿酸高的问题 可能吃的量上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觉得说它CP值这么高的鱼 就应该多吃一点 还是注意量 了解 不过台湾真的有很多好东西啊 今天我们也吃了很多 不一样的有做成果冻的啊 做成沙拉的 才知道原来这些东西那么好吃 不过呢这些好东西呢 大家就可以啊看自己需要什么 祝大家都头好壮壮好不好 好 那今天谢谢大家了 谢谢 今天是我们宝宝好 这本事的动作互动 大家拜拜 拜拜 我还是今天我们介绍很多好食物嘛 比方说鹿绒啊 或者是山树等等 就是希望大家吃完啊 免疫力强啊 头好壮壮 可是呢 其实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 还是避免不了生病 或者是真的从小到大过程中 我们一定要打一些预防针 对 可是打针 那个把小孩拖进去那个过程 哎呦喂啊 救命啊 大家都在看怎么办啊 打针的时候 其实最害怕打针的小孩就是那些 妈妈常常用打针恐吓他的小孩 所以打针大概我先跟各位分享 五药 啊不是 五药 五药是什么 五药 第一个药就是你要 事先跟他解释清楚 你可以用绘本 你可以跟他讨论说 其实打针是会痛 那痛程度到哪里 可能就是捏一捏 或者手抠一抠 不要骗他说跟蚊子丁一样 这个是假的 我知道骗他 那第二个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要读绘本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绘本 或是一些影片看到学习的榜样 了解 甚至你可以带他去看别人打针 也许他就原来没有很可怕 这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不用逼孩子 就一次到位 只要他愿意跟你踏出勇敢的第一步 比如说今天先走进诊间 然后跟医生打个招呼 有的时候甚至你可以先让他熟悉 说熟悉医生护士 然后你就今天不打针 也没关系 如果你很有时间的话 其实这样是比较好的 第四个 打针的时候妈妈一定要在场 因为妈妈可以让他有安全感 不要说哎呦我就跑掉了 然后就眼不见为敬 其实不太好 那第五个是不要跟他说 不害怕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一起来找到勇气 了解 一起找到勇气而不是不要害怕 了解 那五个不要就是 不要跟你说一定不会痛骗人的 你不要跟他道歉 说妈妈对不起你 你明明没有对不起他 是我害你敢冒动 不是你是为他好 不要羞辱他 长大一点好不好 几岁了 不要 不要开空投支票 打完针我带你这个去买一台车车 结果我后来 你每一次打针都要买一台车车 你做不到 还有第五个是 那个前几天不准备好 当场才跟他说 那你慢慢等 你准备好再告诉我 当场当下那么可怕的环境 他永远没有准备好一天 所以原理上事前就要准备 不能当天才来心理建设 了解 所以大家记得 这是五要跟五不要